公主殿下驾到 公主殿下有欲 书房壁上刻有武学图形 别派的人不易观看 所以用一些字画悬在壁上用来遮掩 不料还是有人看到了 公主殿下说 请各位千万不可谎谅火车 也不可用火石打火 否则恐有凶险 如果各位不愿在此多留 可请先行退出 到清凤阁饮茶休息 一路上会有人指引 不会迷失路途 各位远道而来 公主殿下感到非常的荣幸 公主将自己喜欢的字画 挂在墙壁上 各位走的时候 每人可获赠一件 请自己到墙壁上去摘 公主殿下 这里既然不宜点火 我看咱们还是去别的地方见面吧 这里黑乎乎乎的 我看不见你 你也看不见我呀 公主殿下请众位来到西夏 原本是叫会见佳客 不过现在公主有三个问题 想请大家依次回答 哪位先生先来答题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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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呢怕当先锋吃亏 那我就身先士卒 在下包不同 家中是有妻有女 只想一睹公主芳容 没别的意思 包先生倒是爽直 不过公主殿下有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 第一问 包先生一生之中 最快乐逍遥的地方是哪里 那是在一家瓷器店 我小的时候在瓷器店里当学徒 老板欺负虐待 日日打骂 有一天 惹得我是狂性大发呀 便将那店中的悲碗瓷碟 人相滑平 一股脑子砸得是 乒乒乓乓乓 稀巴烂碎呀 一生中 最痛快的便是这件事了 女官姑娘 我答的还可以吧 可不可以 由公主殿下决定 第二问 包先生最爱的人叫 叫包不亮 那第三个问题 包先生最爱的这个人 相貌如何 此人年方六岁 长得是一个眼大 一个眼小 鼻孔朝天两二着风 包某吩咐他的话 他从来都不听 让他笑他必哭 让他哭呢他必笑 哭起来两个时辰都不停 笑起来犹如母夜茶暂时 那便是我的宝贝女儿 包不亮 谢谢包先生 请你到那边休息 第二位谁来 请过来好吗 在下大理断育 请向公主殿下质疑问安 在下辟除南疆 今日来到贵国观光 承蒙后代 实在感谢 原来是大理国镇南王世子 王子不须多礼 麻烦你走了这么多路程 还请多多担待 姐姐你太客气了 我已经看到了公主的身影 公主看不看我并不打紧 反正我也没什么好看的 王子既然来到这里 也请回答公主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王子一生之中 最快乐相遥的地方是哪里 在一口哭泣之中 那第二个问题 王子最爱的人叫什么名字 公主 你就说你最爱的人是你的父母 是在下的父亲和母亲 那令尊令堂相貌如何 是否与王子颇为相似 我父亲的样子很威武 性子呢却和善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才有好多的阿姨 好多的妹妹 王子殿下 请王子到那边休息吧 他是王子 我也是王子 我不能让这个小白脸 长得便宜 在下土国国王子宗赞 请求与公主会面 王子光临 帝国上下 公主殿下 你刚才提的三个问题 我都听见了 我就一起跟你回答了吧 我平生最快乐逍遥的地方 那就是 什么西夏国的驸马 和公主你 新婚了洞房 我最喜欢的人 当然是公主你了 虽然我看不清你长什么模样 但是我肯定 天上少有 地下无双 公主 你说我说的 对不对啊 姑苏慕容妇 久仰公主方明 特来拜会 原来是以彼之道 环师彼身的慕容公子 彼此随在身宫之中 也听说过公子的大名 不敢 这女官知道我的名字 公主当然也知道 好事啊 我们西夏虽然辟主边锤 不过也听过北乔峰 南慕容的英明 听说乔大侠 现在已经改为姓霄 在大辽位居高官 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正是 公子与萧大侠齐名 想必跟他很熟了 不知道萧大侠人品怎样 武功与公子相比 谁上谁下 不知道姑娘要问的 可是公主要问的 三个问题了 不是不是 请公子不要怪罪 婢子这几年 总听人提起 萧大侠的英明 仰慕已久 不禁多问了几句 好 请问公子 一生之中 在什么地方最快乐逍遥 我觉得快乐是将来 而不是在过去 公子最爱的人叫什么名字 我没什么最爱的人 这么说来 第三个问题就不用问了 我希望再见到公主之后 能回答姐姐的第二第三个问题 多谢公子 请公子这边休息 不知道萧大侠来了没有 你远道而来 婢子很想问一问 你这三个问题 请你走到前面来好吗 抱歉 我大哥没有来 原来是这样啊 那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在下虚竹 我不是来招亲的 姑娘就不要问了吧 先生何必这么贱卖呢 既然来了 就是我们公主的客人 连刚才那位包先生 都回答了三个问题 你就不要再谦让了 我 我 我 先生生平 在什么地方最快乐逍遥 在一个 黑暗的冰窖里 那先生最爱的人叫什么名字 我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那位姑娘叫什么名字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当年孝子东勇 看见仙女夏凡 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底细 就爱上了她 须竹先生 你爱的那位姑娘样子一定很漂亮了 她长的什么样子 我当时确实没有看清楚 孟郎 是你吗 孟郎 是你吗 你 你是孟姑吗 孟郎 我就是因为找不到你 这才请父皇贴下绑纹 怕你能来 你真的是孟姑 你上来 我们到里面去说话 我日日夜夜 就派有此时此刻 我们到这里 Eli 我一天 我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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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在 乘风儿兴 请更回到陈凤阁影查书记 公主愿意和奶奶相见 自然会派人前来邀请的 叫什么叫 我拿了我的公主 我把你们全都宰了 包先生 这边请 怎么也不让你见 这边请 这边请 这套你不就白买了吗 陈凤师弟别笑话我了 走吧